Hello,大家好,我是大方,欢迎来到我频道 今天我们来聊四件事情 第一是支付宝上线了基于蚂蚁链的NFT 第二是麦咖啡的创始人John麦咖啡 在西班牙狱中身亡 第三是巴拉圭的大学将于8月份 支持用比特币等虚拟货币来支付他的学费 第一是我们来聊一聊全球持有比特币数量最多的上市公司 Microstatic 好,让我们来继续大方的区块链日记 现在是2021年的6月25日上午6点41分 就在昨天支付宝上线了他的NFT的产品 大家都知道支付宝旗下的蚂蚁链 是我们国内也是全球首屈一指的 拥有区块链方面知识产权的公司 终于他在昨天上线了他的基于蚂蚁链的NFT产品 终于让中国大陆的用户合法的能够通过人民币来购买NFT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 我们打开支付宝 我们搜索粉丝力 它是支付宝内置的一个小程序 我们点进去 通过支付宝内部的一个叫粉丝力的这样一个小程序 上面进行NFT的艺术品的购买 我们看一下它的第一个敦煌体材的这样一个NFT产品 叫敦煌飞天九色露支付宝皮肤 这个是在6月24日零点准时开抢的 结果敦煌飞天九色露开抢的几秒钟就一授而空 它受了大概分两次两次八千的这样一个NFT产品 那总共是发了一万六千份的飞天NFT产品 那另外一个呢是在昨天的下午两点钟 它又发布了一个叫五六七 这样两个小男孩的这样一个皮肤 那总共的限量发行呢 也是分了两次八千总共是一万六千件 我昨天下午两点钟呢也抢了 那我进去的时候是大概1点59分的时候 我就打开了准备点击购买 那我当到两点钟一到的时候呢 我就准删一下去 结果就马上就跳出来的 已经抢购完了 没有了 那我们看一下它这个五六七呢 它是它的IP背景呢 是一个全国拥有超过54亿直播放量的 一个系列原创动画当中的两个人物 那我们看一下它上面标注什么是NFT产品呢 它说NFT产品是数字作品 那这个跟我们所理解的NFT的解释是不一样的 那它说是具有独创性的艺术作品 复制于蚂蚁链指定的存储空间 并以蚂蚁链的这个平台发行的 唯一对应的虚拟通证进行标识的数字作品 那它怎么使用呢 就是它如果你购买成功了之后呢 在你这个粉丝力上面 它会为这个你购买的NFT链上的这个凭证呢 生成一个唯一的编码 那可以通过粉丝力去查看你拥有多少个艺术品的收藏 那我现在当然是零个 那当你点击之后呢 你可以使用NFT 那目前呢这个蚂蚁力上的NFT的两个商品呢 它目前是只能够用于支付宝付款码的一个皮肤 那目前仅仅是派这样的用途啊 而且它的根据它的解释当中 这个NFT的产品呢 它目前还是不能够转移的 那也就是说它在这个上面目前是没有生殖空间的 那据传也有 在粉丝力上有朋友看到这个敦煌飞天和567的两个NFT 已炒到了几万块的这个价格 但目前据我了解呢 这个蚂蚁力上的NFT的这个付款码的皮肤呢 目前是不能够用于转移出售的 那它可以通过赠送的形式出现啊 那可以为这个蚂蚁的蚂蚁NFT的产品炒作提供了一个后门啊 那我是这么理解的 那它也有另外一个叫数字艺术品的作品拍卖 这里面还有好多的已经被炒作到几千 甚至上万块的这种艺术品的作品都有啊 蚂蚁链为支付宝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数字艺术品拍卖的这样一个市场 那它是基于这个区块链技术 这个事情报道之后呢 也有很多人提出了意义啊 首先说这个你购买的NFT的产品是 数字艺术品你并不是版权的一个转移 而是所有权的转移 那这个其实并不是因为蚂蚁链上面的这个NFT产品有特殊性啊 这其实所有的数字产品的NFT上面都有这样的一个明确的规定 就是说它是作为创作者本身的这个版权是没有作为转移 而是所有权的转移 你可以同一个数字作品你发布10或者发布1万份 那这1万个人都拥有数字艺术品的所有权而不是拥有版权 那除非是作者在发布这个项目的时候已经说明我是出让版权的 而是出让给这个1万个人共同拥有这个版权 没有和作者有这样协议之前呢 它是有个所有权的转移啊 那目前的这NFT呢 仅仅是出现在支付宝皮肤上面的一个使用啊 那做一个大众探索性的这样一个项目来进行推广的 那场面是非常火爆啊 只能几秒钟之内抢光 那我相信后续呢 买以利呢会推出更多的这种NFT的产品 嗯还有很多的这种玩法 期待我们去发现 好那第二个事情呢 我们是杀毒软件支付 John McAfee在狱中身亡 那他既然是杀毒软件支付 好像跟我们所聊的加密货币没有关系啊 其实并不然他除了是加密软件支付 这样一个身份角色之外呢 他还当过总统的竞选人 还更重要的一个身份呢 他是上一轮牛市当中 类似于现在Elon Musk这样一个角色 他是喊单了比特币 而且在那一轮牛市当中 他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他的绅士生平也非常具有传奇的色彩啊 大家有兴趣小伙伴去可以看一下我评论区 我的留言当中置顶的第一条当中有这个关于他的绅士的链接 有兴趣小伙伴可以去了解一下啊 第三个事情是巴勒规大学决定在8月份呢 他接受比特币还有像以太坊 还有XRP就是瑞波币这些数字货币作为他的一个学费来支付 其实这并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闻 很多的大学和这些商业机构都支持用比特币等比较老牌的一些数字货币进行支付 他虽然没有像萨尔瓦多政府一样宣称比特币是他的法定货币 但是很多的这些商业机构已经将比特币及一些重要的加密货币作为支付的手段 可以购买他们商品或者支付学费 第四个事情呢是我们聊一聊全球拥有加密货币最多的上市公司 MicroStrategy总共花费差不多有27亿美元 购买了10万零5000多个比特币 平均价格是26000 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MicroStrategy这家公司 它是一家提供商业智能和移动软件的基于云的服务公司 这个具体是做什么明星产品可能不是很了解 因为它不是一个大众的产品 我觉得2B的这样一个软件公司 它是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 成立于1989年 目前已经有32年的历史了 他的创始人Michael J. Saylor 是从创始至今已经担任了32年的CEO 他们虽然是上市公司 但是Michael J. Saylor是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这家公司到后期的时候 一度是出于亏损的状态 目前他很重要的一个业务是比特币的投资 是有点激进 这个来源于他的创始人 以及担任32年董事长的Michael Saylor 而且最重要的一次是在这次6月21日 这次暴跌之前 他刚刚以4.89亿美元购入了13000个比特币 当他做出这个决定之后 21日就马上由于各种的消息导致比特币的一轮新的暴跌 引发了他的这家公司的股价的超过10%的暴跌 Michael Stated就翻译成微策略 我们打开他的首页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菜单 这边有一个叫Bitcoin的这样一个link 也就是说他将他Bitcoin比特币的投资 作为他公司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营的业务之一 是非常有意思的这样一家公司和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董事长 我们看一下现在市场的行情 目前比特币24小时是上涨了3.70 目前是34000 以太坊是24小时上涨了1.70 现在是1981美金 狗狗币是24小时上涨了12.6 上涨了12.6% 现在是0.26 UNI是24小时上涨了2.29 现在是17.97 以上就是本期大方区块链日记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 非常感谢你给我一个赞 我的频道会持续关注区块链方面的相关的内容消息 同样我的频道也会把一些好的APP 好的软件以及一些相关的知识 通过视频的形式分享给大家 如果你不想错过最新的内容 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大方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如果你还没有全球最大的虚拟货币交易市场的账号 当你注册币安账号的时候 你可以填上我这一段推荐ID 这样你在币安当中交易的行为 都会有20%的返现 你也可以在我影片的下方 找到币安注册的链接地址 如果你是APP的话 你可以手动填上我这一串推荐ID 就可以享受20%的交易手续费的减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